男生,以前我不喜欢喝咖啡,现在喜欢了 男生,以前我不喜欢喝咖啡,现在喜欢了 很好,那我们说了这个以前可以说是现在之前的事 叫以前,那如果从今天往后我们可以叫什么 我们可以叫以后这个字 这个前和后,前面和后面是一对 这个一对翻译词,那30号之后 今天之后我们就可以说以后,明白吗 因为这个前和后,就是以现在,以今天,标准,前面和后面 我们就可以说以前和以后 然后就是这个词,我们看下一个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吗,这个 这个国荣读一下,这个词读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